在这个世界每人都能觉醒一个能力 而我却觉醒了无数个超次元技能 甚至仅仅用一根不起眼树枝 就将怪物凯成树枉 然而不久前 我还是遭受校园霸凌的小透明 没有人记得我的名字 三年间魔法猎人考试从未通过 但还是幻想着能够成为载入史册的猎人 一个世纪前 恶魔之塔在世界出现 无数的怪物从塔里来到了这个世界 与此同时 第一代觉醒者出现 他们阻止了怪物屠戮人类 最后人类也获得了胜利 他们的遗产被纪念在创始人灵源 事迹也被载入了史册 譬如仅用一根树枝可斩杀万人大军的剑客 不用吟唱咒语就能施法的魔法师 现在他们已经被视为觉醒者的传说 而我也成为天选之子的觉醒者 却没有觉醒任何技能 当别人为通过猎人资格考试而欣喜之时 三年里我始终没有通过一次 在别人眼中就是个废材 只适合打杂收拾垃圾 永远都不可能成为猎人 觉醒者徽章仿佛就像是没用的巴汗 虽然我很想成为初代觉醒者那样载入史册 但完全事与愿违 与我一起入学的同学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激烈人 此时回校接受媒体采访 在众人的面前不断称赞我在这三年里的帮助 认为我就是天才 每门客都是名列前茅 可实际上 三年里我一直都遭到他们的欺负 甚至包括资金上的馈赠 在我看来 眼前的男人无比的虚伪 在媒体面前无比的称赞着我 而我也不得不装出非常感激的样子 然而采访结束后仍然没人记得我的名字 此时我终于明白 即使你是一个邪恶的人 只要你拥有成为猎人的力量 无论发生什么 每个人都会站在你这边 突然男人折返回来 让我晚上跟他们去一趟创始人的陵墓 只要我去了就可以给我一次补考的机会 男人表示这么做只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而已 虽然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目的 但无论如何自己都获得了一次机会 夜晚 男人的真正目的是陵墓下的宝藏 而我正好看到了这一幕 在那一刻我毫不犹豫地怒斥了他们 你们难道不知道是谁安葬在这里吗 男人却是无所谓 我才不在乎里面的是谁 只要获得里面的宝藏就能成为百万富翁 听到这里我直接愣住了 想到初代觉醒者的种种世界 自己心中的英雄被玷污 不由得怒火中烧 即使知道自己的实力不如他们 但还是冲了上去 可下一秒就被击中了腹部 接着便口吐番茄酱 而另一边的小弟在地下拿出了一个背包 里面竟是装着一些魔法金石 这让男人欣喜若狂 他拉扯着我的衣领 终于说出了将我叫来的目的 原来他一直都在关注图书馆的我 认为终于找到了一个棋子 最后决定偷走灵木中的宝藏 而第二天的新闻头条就会出现 偷到创始人灵木的人 就是魔法训练学院的一名三年级猎人 说完男人就松开了手 可此时男人仍然没有记得我的名字 之前所有的努力 每天的训练 所做的一切在此时都毫无意义 忽然树到身影出现在周围 这是一根毫不起眼的树枝 我却用它斩杀了滔天巨物 仅仅一个回合就将集猎人击败 就在我被设计扔下河里之后 迷糊中周边泛起了亮光 之后逐渐凝聚成人影 他们也发现了我手中特殊的觉醒者徽章 竟是稀有的虚无属性 没有觉醒任何技能 但也意味着可以成长到你想象不到的高度 他们让我选择他们其中一人签订契约 原来他们是初代觉醒者的阴魂 代表着所有技能的顶峰 魔法 剑道 体术 剑术都可以选择 虽然我很想像那个长毛一样 但是我更想拥有征服一切的力量 所以我需要你们所有的力量 给我你们的一切 就在他们以为这是不可能事 下一秒就被吸进了徽章空间内 此时河底的环境也发生了变化 而我竟脚踏虚空漂浮起来 来到了长毛的面前 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 他们觉得我就像是顽强的小强一样爬了回来 而我只是捡起了脚下的一根树枝 这一举动却引来了他们的嘲笑 嘲笑我竟想用这根树枝挑战他们 而长毛更是给了死命令 砍下我的脑袋 不要让我离开这里 随即黄毛便在魔法空间中取出了利人 认为他一个一级剑客对付我这个弱姬绰绰有余 就在他屁砍过来的瞬间 一息之间我便来到了他的身后 下一秒他的身体就出现树道划痕 你说你要教我剑客知道吗 见状 胖子连忙施法毁灭的凝视 而我只是手指轻轻一顶 一阵金光冲天而起 烟尘消散后胖子就趴在那里 长毛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我除了一根树枝外 其他什么都没有 甚至还使出了不用任何咒语的魔法 这让他想起了传说中的剑客 一根树枝可挡万军 以及使用真理的智慧魔法 可以不用咒语就能施法的魔法师 书中的传说竟出现在眼前 可他不知道的是 初代觉醒者的106个灵魂全部都在我的身体里 你将永远铭记关于我的新神话 我自己都没有想到竟吸收了初代觉醒者的灵魂 但他们似乎对里面的空间非常满意 我也好感到无比的高兴 心目中的英雄就住在我的身体里 可他们好像对我这具身体虎视眈眈 首先出来的是剑客 想不到过去了那么久了还有人记得他 他对我接下来的打算很感兴趣 我还以为他说的是那个长毛 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 终于察觉到了不同寻常之处 随即连忙走了过去 长毛还以为我要对付他 慌忙在空间中取出长剑 我抬手就是一拳 给我让开 接着整个身子瞬间飞出数十米 只见无尽的黑色能量从背包中喷涌而出 紧接着一只巨大的怪物出现在眼前 与此同时 一只三头狼出现在城市之中 在这个世界每个人都能觉醒一个能力 而我却觉醒了106项技能 只因我身体得住了106个灵魂 每个灵魂生前都是各项技能的巅峰 就在我留意到背包黑色能量泄露时 一只三头狼正出现在城市之中 对城市进行大肆破坏 此时一个人类挡在了他的面前 只见他一跃而起跳至三头狼的上空 使出了从天而降的拳法 强烈的威压传来 在他身后的人类被压得动弹不得 一级和B级猎人都无法承受 初步判断为S级怪物 而威压的来源正是创始人灵魂方向 此时一只章鱼怪出现在我的眼前 原来因为长毛打开了灵魂 拿走了背包里面的魔晶时 将封印在里面的魔物释放出来 眼前的怪物危险等级S级 他的有毒气能够杀死几公里内的活物 长毛身体不禁地颤抖起来 我刚想提醒他不要动 他竟害怕地往后跑 因为怪物会瞄准移动中的活物 果然一只触手就向他急速飞去 长毛连忙提剑阁挡 可瞬间被触手折断并附属在他的身上 下一秒就被吸干了生命力 此时剑客却搂住 你不把你的身体交给我吗 而我并不介意将我的身体交给他 我可以将身体借给你们每一个人 这话明显让他们一愣 我将会超越你们所有人 首先是擅长单手剑的剑客 只见树道剑影凌空划过 一根触手便变成了树块 接着便是体树 朝着攻击过来的触手就是一拳 触手瞬间被击断 而我借着机会捡起了地上的木棍 接下来便是棍树 各种技能轮流更换 利用太极将急速飞来的触手抓住 下一秒就往地上一砸 怪物瞬间支离破碎 最后则是剑术 怪物的头颅瞬间千疮百孔 可即便这样仍然没有将其斩杀 最后不得已捡起了长毛的断剑 在智慧魔法的配合下 一跃跳至怪物的上方 使出了剑客的最强一击 怪物瞬间被劈成两半 终于在各种骚操作下将其斩杀 然而此时 我完全没有注意到一只乌鸦正在看着这一切 另一边 一个男人助力在城市上空 从来电得知附近有着强大的猎人 从战斗现场的乌鸦传回来的记录 是一名训练学院的学生 男人却笑着说想要见他 此人正是世界最强觉醒者医院 我只是完成了简单的猎人考试 就震惊了在场无数学生 只因我在各项测试中军打破了记录 甚至引起了世界最强觉醒者的注意 就在我利用阴魂的力量斩杀S级怪物之后 这一幕被一旁的乌鸦录像记录 引起了觉醒者协会的关注 我则像往常一样回到学校 可由于借用身体原因导致体力透支 而昨晚击杀S级怪物的神秘人物 成为了大家讨论的话题 在剑客看来 我们现在这些觉醒者或多或少于普通人类处于同一水平 如果恶魔之塔在这个时候出现 必将是世界末日 突然他仿佛察觉了一样 校园内竟有一股强大的能量波动 此时学校教导处竟通知我补考申请通过 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而我补考引起了众学生的关注 只因我在过去的三年里从未及格通过 首先是百米冲刺 平均成绩3秒6 最好记录2秒7 就在众人嘲笑三年里我就是一个废材时 我瞬间跑过了终点线 时间1秒2 打破了最好记录 他们直接愣在了原地 3000米跑 最好成绩3分17秒 而我跑出了1分17秒的成绩 再次刷新了记录 2分钟俯卧称840个 毫无意外地刷新了418的记录 我推1280公斤 这些记录完全刷新了众人的三观 我以两倍多的优势打破了所有的最好记录 在他们的眼中我就是一个怪物 我还以为是体内的灵魂把力量给我的原因 然而他们什么都没有做 更没有给予帮助 此时医员先生正在查阅我三年里的考试成绩 在他看来这些成绩简直不堪入目 而校长听到要复试的要求时都觉得难以理解 原来我的补考申请能够通过得益于医员先生的帮助 可看到这些成绩之后完全出乎他的预料 因为这三年里我基本上都没有使用魔法 终于来到了最后一项测试 魔法测试 利用魔法在30秒内旋转这些巨大的风扇 此时身后早已站满了无数围观学生 而我在过去的三年里根本感觉不到魔法 更别说去控制那些扇液 但是现在我能感受到魔法在我身体的每一个角落流动 并且还能通过呼吸加速循环 扇液在我们的控制下慢慢转动起来 在短短1.2秒内 扇液已惊人的速度迅速转动 只见转速越转越快 犹如一道狂暴的飓风 场面一度陷入混乱 下一秒巨大的风扇竟然爆炸 高速旋转的扇液朝着办公楼飞去 吓得众人四散而逃 紧接着又是一声爆炸 扇液在离校长一公分的时候停了下来 吓得他尿不湿都湿了 医员却哈哈大笑了起来 反而称赞我将会是在他之后的第二个历史人物 而考试现场的众人心有余悸 惊魂未定的考官直接让我通过了考试 此时深厚的欢呼声震耳欲聋 三年的废材终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然而只有剑客知道 在我将身体借给他们之后 我体内的潜能被激发 在他们看来我并不是有着虚无属性的普通人 而是他们等了一个世纪的人 突然一股能量从天而降 就是刚刚剑客感受到的那一股能量 烟尘消散后一元出现在眼前 我完全被这一幕震惊住了 为什么世界最强觉醒者会出现在这里 还主动跟自己握手 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 随即他提出了一项额外的测试 请试着打他一下 这直接把我整猛逼了 我明明是学院中公认的废材 此时竟受到最强觉醒者的测试邀请 直接把我惊呆了两秒半 只因我斩杀S级怪物时被记录了下来 他顺着猎人学院的线索找到了我 可即便我使出浑身解数 仍然无法触及对方分毫 不得已使用了最强技能鬼上身 就在我完成猎人资格考试时 最强觉醒者医院先生竟出现在眼前 在他九岁的时候就是一名成熟的猎人 甚至仅凭一己之力平息了九州暴乱 就是这样的大人物竟和自己握手 并要求进行额外的测试 试着打他一下 这话完全出乎我的预料 脸上露出了不敢相信的表情 可身后的剑客却异常兴奋 把你的身体借给我 随即医院讲起了规则 一分钟之内碰到他一次就算赢 即使输了也不会受到惩罚 而他则会每十秒钟攻击一次 接着取出了他所收集的武器 我可以在那些武器中任意挑选使用 可即便这样我仍然怀疑自己 能否一分钟之内触碰到他 医院对自己身体的强悍程度异常自信 手指只是轻轻一滑 眼前的利刃便一分为二 我看着这一幕瞬间惊出了冷汗 剑客看到医院展现的实力后 脸上露出了怒死 让我赶紧把身体交给他 可我并不想错过这次机会 决定只用自己的力量证明自己 就在他倒计时开始的时候 我随手拿起一把剑就冲了过去 如果想要成为传奇 就不能借用初代觉醒者灵魂的力量 可面对我的权力一击 医院只是一个侧身就轻松躲开了 甚至还在用着手机浏览媒体信息 表现得轻松自如 自己的攻击完全无效 在他面前犹如小孩一般 即使使用虚招 从树砍连续变成横砍 人未能将其击中 仿佛就能预测到我的所有动作 与其同时 我才反应过来 自己的身体竟可以随心所欲地移动 再将身体借给初代觉醒者之后变强了 突然医院的手指倾出额头 紧接着一股强大的能量猛然迸发出来 在地面上直接划出一道醒目的深沟 如果没有及时躲开被击中 以当前的实力根本无法抵挡 医院却是有些疑惑地看了看自己的手 他在我的身上感受不到力量波动 却躲开了他的攻击 而我知道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会被杀死 必须要找到昨晚击杀怪物时的感觉 那个强大的自己 我的变化让医院心中一惊 挥剑速度变得越来越快 他的表情也变得严肃起来 感觉得到我的挥剑速度的变化 可即便这样仍然未能出其半分 现在如果想要击中他 我的身体就必须要更快 此时第二个十秒时间到 只见医院弯身躲闪 与其同时 左手迅速伸出了一个弹指 下一秒 一股强大的能量倾泻而出 瞬间倒飞了数十米 直至撞到教学楼才停了下来 身后的墙体出现了军裂 尽管如此我仍然无比激动 因为自己在和世界最强觉醒者对抗 如果换作以前 在这一击下必死无疑 现在证明自己变得越来越强 和此时医院表现得非常失望 非常抱歉 我已经看够了 说完就以手为刀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就猛然砍下 下一秒就趴在地上 在他看来 我虽然表现出天才的能力 但还不足以到成为战友的层面 最后还是没有看到 那天晚上那股强大的力量 说完就打着电话离开了 突然他眼神一智 感受到了身后一股强大的力量波动 我身上的能量冲天而起 最强外挂到掌 鬼上身 我只是简单地挥出一剑 竟将对面的大楼拦腰斩断 最弱废才与最强觉醒者大战三百回合 仍不落下风 在剑客灵魂鬼上身之后 我的气息瞬间同时发生了变化 一元感觉身体背后一凉 竟看见我身上的能量冲天而起 让我们玩得更久一些吧 此时一元却是欣喜若狂 他感受到了那天晚上的力量 只见我一剑挥下 一元的躲闪速度快到出现了残影 一元同样如此兴奋 难得碰到如此强大的对手 这一幕惊呆了在场的众人 一元竟然只能被动地防守 而我却是越打越兴奋 因为刚刚他的举动惹怒了体内的剑客 现在达到近乎疯狂的地步 一元健壮只能接连后退 却不见慌张之色 反而异常兴奋 只见他一脚踩下脚边的石子 小小的一颗石子瞬间将堆积如山的武器弹飞 一元一跃而起握住了一把关公大刀 双方早已剑拔弩张 仿佛不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测试 挥出的剑刃将武器砍断 两人都显得无比兴奋 碰到了难得一遇的对手 体内的灵魂剑客更是异常激动 沉睡了千年终于可以释放剑意 其他的阴魂看着外面世界的一幕 每人都想加入其中的战斗 可我的身体在他们的眼里并不是一个完美的隆起 而我则目不转睛地盯着战斗 剑客所展现出来的各种招式 在我手中不断地比划着 突然刀剑相接近发生了断裂 剑客看着手中的断剑无可奈何 没有剑的剑客水平根本发挥不出来 一元却表现得无关紧要 他只想知道剑客接下来会怎么做 剑客瞥了一眼深厚的学生 接着一跃而起跳至一人面前拔出了他的配件 而一元紧随其后 一拳就砸了过去 强大的力量瞬间爆炸开来 剑客在烟尘中跃出 一元的攻击却接踵而至 接着跳至刚刚测试用的扇叶上 只见紧握扇叶手指发力 扇叶瞬间出现了军裂 举起扇叶就向剑客砸了过去 此时一元发现了剑客握剑的变化 从双手剑变成了单手剑 紧接着一个剑刃网格出现 他手中的扇叶镜出现平滑的裂缝 下一秒镜变成了整整齐齐的方块 这就是剑客的单手剑技 一元此时显得更加兴奋 仿佛对自己的实力充满信心 就在剑客想着冲上去的瞬间 手中的剑镜断裂成数块 剑客竟没有看清对方的动作 一元以手为刀扛下来 面对他的攻击剑客必无可避 我连忙替换他的灵魂接管身体 而我则清楚地看到对方的攻击路线 伸手巧妙地改变手刀的方向 竟成功躲开了对方的攻击 这一幕震惊住了刚刚战斗的一人一魂 与此同时 我的右手因承受不住强大的力量而发生扭曲 只能用另一只手紧握成拳 奋力挥击过去 就在以为能够在60秒内击中对方的时候 结果似乎并不是这样 爱人生前一己之力可抵万军 此时竟被对方牢牢压制 千军之际我替换了他的灵魂接管回身体 巧妙地躲开了对方的攻击 剑客看着眼前的一幕 双方都震惊住了 想不到我竟找到了破解之法 接着我便紧握拳击猛然挥出 就在以为击中对方的时候 对方却以奇怪的方式握住了我的手腕 拳头竟在咫尺却无法再前进半分 可他却是嘴角微微上扬 将我的拳头触碰到他的脸颊 接着满脸欢笑 恭喜你 你通过了测试 说完就从空中掉落下来 至此猎人考试结束 一元的秘书闪身到他的身旁 在他的治疗下 我的手臂居然恢复如初 同时在他的提醒下 在测试中我竟真的触碰到最强觉醒者一元 尽管他最终有意地选择了让我胜出 但也表示他认可了我的实力 他也想不到在我连续不断地攻击下竟会认真起来 还躲开了他的最强一击 对我刚刚的表现非常满意 而我却是一脸茫然 为什么要进行一分钟的测试 测试通过之后下一步该做什么 一元明显一愣 原来我根本就没听明白测试前所说的话 晚上我回到了家中 自从父亲去世后就与母亲相依为命 看着一元给的卡片不禁想起今天他所说的话 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谁 但因为在学校人多嘈杂 而没有继续细说下去 只能晚上到我家再详细解释 然而恶魔之塔早已被创始人摧毁 现在猎人的任务是猎杀从裂缝中跑出来的怪物 当前是否还有其他的原因 就在我陷入沉思的时候 竟进入了魔法空间 剑客的突兀出现把我吓了一跳 不明白为什么突然将我的灵魂换入其中 而且其他的阴魂都在看着自己 剑客表示刚刚的讨论有了结果 听到这话 我还以为他们要掠夺我的身体 就在剑客准备继续说话的时候 外面的世界传来一阵嘈杂声 漆黑的房间出现了一样 母亲静瘫倒在地上 一个人影坐在餐桌上 大块躲一吃了起来 厨房一片狼藉 完全不顾我的出现 我阴沉着脸 你到底对我母亲做了什么 而让我没想到的是 挥出了一拳 就在接触的瞬间竟被对方躲开 接着闪身至我的身后 只见他咧嘴一笑 你是在挑战我吗 而我还是一直阴沉着脸 自己的母亲还在外面躺着 我满脸的愤怒之色 你对我母亲做了什么 魔法空间的灵魂看着这一幕 同样异常愤怒 想着从这场战斗中得到确切的答案 就让我们这些创始人好好招待他吧 在这个世界每人都能觉醒一个能力 而我却觉醒了无数个超次元技能 甚至仅仅用一根不起眼树枝 就将怪物砍成树块 然而不久前 我还是遭受校园霸凌的小透明 没有人记得我的名字 三年间魔法猎人考试从未通过 但还是幻想着能够成为载入史册的猎人 一个世纪前 恶魔之塔在世界出现 无数的怪物从塔里来到了这个世界 与此同时 第一代觉醒者出现 他们阻止了怪物屠戮人类 最后人类也获得了胜利 他们的遗产被纪念在创始人灵源 事迹也被载入了史册 譬如仅用一根树枝 可斩杀万人大军的剑客 不用吟唱咒语就能施法的魔法式 现在他们已经被视为觉醒者的传说 而我也成为天选之子的觉醒者 却没有觉醒任何技能 当别人为通过猎人资格考试而欣喜之时 三年里我始终没有通过一次 在别人眼中就是个废材 只适合打砸收拾垃圾 永远都不可能成为猎人 觉醒者徽章仿佛就像是没用的巴寒 虽然我很想成为初代觉醒者那样载入史册 但完全事与愿违 与我一起入学的同学 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急猎人 此时回校接受媒体采访 在众人的面前不断称赞我在这三年里的帮助 认为我就是天才 每门客都是名列前茅 可实际上 三年里我一直都遭到他们的欺负 甚至包括资金上的馈赠 在我看来 眼前的男人无比的虚伪 在媒体面前无比的称赞着我 而我也不得不装出非常感激的样子 然而采访结束后仍然没人记得我的名字 此时我终于明白 即使你是一个邪恶的人 只要你拥有成为猎人的力量 无论发生什么 每个人都会站在你这边 突然男人折返回来 让我晚上跟他们去一趟创始人的陵墓 只要我去了 就可以给我一次补考的机会 男人表示这么做 只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而已 虽然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目的 但无论如何自己都获得了一次机会 夜晚 男人的真正目的是陵墓下的宝藏 而我正好看到了这一幕 在那一刻我毫不犹豫地怒斥了他们 你们难道不知道是谁安葬在这里吗 男人却是无所谓 我才不在乎里面的是谁 只要获得里面的宝藏 就能成为百万富翁 听到这里我直接愣住 想到初代觉醒者的种种事迹 自己心中的英雄被玷污 不由得怒火中烧 即使知道自己的实力不如他们 但还是冲了上去 可下一秒就被击中了腹部 接着便口吐番茄匠 而另一边的小弟在地下拿出了一个背包 里面竟是装着一些魔法晶石 这让男人欣喜若狂 他拉扯着我的衣领 终于说出了将我叫来的目的 原来他一直都在关注图书馆的我 认为终于找到了一个棋子 最后决定偷走灵木中的宝藏 而第二天的新闻头条就会出现 偷到创始人灵木的人 就是魔法训练学院的一名三年级猎人 说完男人就松开了手 可此时男人仍然没有记得我的名字 之前所有的努力 每天的训练 所做的一切在此时都毫无意义 忽然树到身影出现在周围 他们也发现了我手中特殊的觉醒者徽章 竟是稀有的虚无属性 没有觉醒任何技能 但也意味着可以成长到 你想象不到的高度 他们让我选择他们其中一人签订契约 原来他们是初代觉醒者的阴魂 代表着所有技能的顶峰 魔法 剑道 体术 剑术都可以选择 虽然我很想像那个长矛一样 但是我更想拥有征服一切的力量 所以我需要你们所有的力量 给我你们的一切 就在他们以为这是不可能事 下一秒就被吸进了徽章空间内 此时和底的环境也发生了变化 而我静脚踏虚空漂浮起来 来到了长矛的面前 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 他们觉得我就像是顽强的小强一样爬了回来 而我只是捡起了脚下的一根树枝 这一举动却引来了他们的嘲笑 嘲笑我竟想用这根树枝挑战他们 而长矛更是给了死命名 砍下我的脑袋 不要让我离开这里 随即黄矛便在魔法空间中取出了利人 认为他一个一级剑客对付我这个弱姬绰绰有余 就在他劈砍过来的瞬间 一息之间我便来到了他的身后 下一秒他的身体就出现疏刀划痕 你说你要教我剑客知道吗 剑状 胖子连忙施法毁灭的凝视 而我只是手指轻轻一点 一阵金光冲天而起 烟尘消散后胖子就趴在那里 长矛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我除了一根树之外 其他什么都没有 甚至还使出了不用任何咒语的魔法 这让他想起了传说中的剑客 一根树枝可挡万钧 以及使用真理的智慧魔法 可以不用咒语就能施法的魔法师 书中的传说竟出现在眼前 可他不知道的是 初代觉醒者的106个灵魂 全部都在我的身体里 你将永远铭记关于我的新神话 我自己都没有想到 竟吸收了初代觉醒者的灵魂 但他们似乎对里面的空间非常满意 我也好感到无比的高兴 心目中的英雄就住在我的身体里 可他们好像对我这具身体虎视眈眈 首先出来的是剑客 想不到过去了那么久了 还有人记得他 他对我接下来的打算很感兴趣 我还以为他说的是那个长矛 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 终于察觉到了不同寻常之处 随即连忙走不过去 就是一拳给我让开 接着整个身子瞬间飞出数十米 只见无尽的黑色能量从背包中喷涌而出 紧接着一只巨大的怪物出现在眼前 与此同时 一只三头狼出现在城市之中 对城市进行大肆破坏 此时一个人类挡在了他的面前 只见他一跃而起跳至三头狼的上空 使出了从天而降的拳法 来源正是S级猎人九旗 突然一股强烈的威压传来 在他身后的人类被压得动弹不多 一级和B级猎人都无法承受 初步判断为S级怪物 而威压的来源正是创始人灵路方向 此时一只章鱼怪出现在我的眼前 原来因为长毛打开了灵路 拿走了背包里面的魔晶时 将封印在里面的魔物释放出来 眼前的怪物危险等级S级 他的有毒气能够杀死几公里内的活物 长毛身体不禁地颤抖起来 我刚想提醒他不要动 他竟害怕地往后跑 因为怪物会瞄准移动中的活物 果然一只触手就向他急速飞去 长毛连忙提剑格挡 可瞬间被触手折断并附属在他的身上 下一秒就被吸干了生命力 此时剑克却搂住 你不把你的身体交给我吗 而我并不介意将我的身体交给他 我可以将身体借给你们每一个人 这话明显让他们一愣 我将会超越你们所有人 首先是擅长单手剑的剑克 只见树道剑与凌空划过 一根触手便变成了树块 接着便是体树 朝着攻击过来的触手就是一拳 触手瞬间被击断 而我借着机会捡起了地上的木棍 接下来便是棍树 各种技能轮流更换 利用太极将急速飞来的触手抓住 下一秒就往地上一砸 怪物瞬间支离破碎 最后则是剑术 怪物的头颅瞬间千疮百孔 可即便这样仍然没有将其斩杀 最后不得已捡起了长矛的断剑 在智慧魔法的配合下 一跃跳至怪物的上方 使出了剑克的最强一击 怪物瞬间被劈成两半 终于在各种骚操作下将其斩杀 然而此时 我完全没有注意到一只乌鸦 正在看着这一切 另一边 一个男人助力在城市上空 从来电得知附近有着强大的猎人 从战斗现场的乌鸦传回来的记录 是一名训练学院的学生 男人却笑着说想要见他 此人正是世界最强觉醒者医院 我则像往常一样回到学校 可由于借用身体原因导致体力透支 而昨晚击杀S级怪物的神秘人物 成为了大家讨论的话题 在剑克看来 我们现在这些觉醒者或多或少于 普通人类处于同一水平 如果恶魔之塔在这个时候出现 必将是世界末日 突然他仿佛察觉了一样 校园内竟有一股强大的能量波动 此时学校教导处竟通知 我补考申请通过 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而我补考引起了众学生的关注 只因我在过去的三年里 从未及格通过 首先是百米冲刺 平均成绩3秒6 最好记录2秒7 就在众人嘲笑三年里 我就是一个废材时 我瞬间跑过了终点线 时间1秒2 打破了最好记录 他们直接愣在了原地 3000米跑 最好成绩3分17秒 而我跑出了1分17秒的成绩 再次刷新了记录 两分钟俯卧撑 840个 毫无意外地刷新了418的记录 握推1280公斤 这些记录完全刷新了众人的三观 我一两倍多的优势 打破了所有的最好记录 在他们的眼中 我就是一个怪物 我还以为是体内的灵魂 把力量给我的原因 然而 他们什么都没有做 更没有给予帮助 此时医员先生 正在查阅我三年里的考试成绩 在他看来这些成绩简直不堪入目 而校长听到要复试的要求时 都觉得难以理解 原来我的补考申请 能够通过得益于医院先生的帮助 可看到这些成绩之后 完全出乎他的预料 因为这三年里 我基本上都没有使用魔法 终于来到了最后一项测试 魔法测试 利用魔法在30秒内 旋转这些巨大的风扇 此时身后早已占满了无数围观学生 而我在过去的三年里 根本感觉不到魔法 更别说去控制那些扇叶 但是现在我能感受到 魔法在我身体的每一个角落流动 并且还能通过呼吸加速循环 扇叶在我们的控制下慢慢转动起来 在短短1.2秒内 扇叶以惊人的速度迅速转动 只见转速越转越快 犹如一道狂暴的飓风 场面一度陷入混乱 下一秒巨大的风扇竟然爆炸 高速旋转的扇叶朝着办公楼飞去 吓得众人四散而逃 紧接着又是一声爆炸 扇叶在离校长一公分的时候停了下来 吓得他尿不湿都湿了 医员却哈哈大笑了起来 反而称赞我将会是 在他之后的第二个历史人物 而考试现场的众人心有异计 惊魂未定的考官直接让我通过了考试 此时身后的欢呼声震耳欲聋 三年的废材终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然而只有剑客知道 在我将身体借给他们之后 我体内的潜能被激发 在他们看来 我并不是有着虚无属性的普通人 而是他们等了一个世纪的人 忽然一股能量从天而降 就是刚刚剑客感受到的那一股能量 烟尘消散后医员出现在眼前 我完全被这一幕震惊住了 为什么世界最强觉醒者会出现在这里 在他九岁的时候 就是一名成熟的猎人 甚至仅凭一己之力平息了九州暴乱 就是这样的大人物竟和自己握手 并要求进行额外的测试 试着打他一下 这话完全出乎我的预料 脸上露出了不敢相信的表情 可身后的剑客却异常兴奋 把你的身体借给我 随即医员讲起了规则 一分钟之内碰到他一次就算赢 即使输了也不会受到惩罚 而他则会每十秒钟攻击一次 接着取出了他所收集的武器 我可以在那些武器中任意挑选使用 可即便这样我仍然怀疑自己 能否一分钟之内触碰到他 医员对自己身体的强悍程度异常自信 手指只是轻轻一划 眼前的利刃便一分为二 我看着这一幕瞬间惊出了冷汗 剑客看到医员展现的实力后 脸上露出了怒死 让我赶紧把身体交给他 可我并不想错过这次机会 决定只用自己的力量证明自己 就在他倒计时开始的时候 我随手拿起一把剑就冲了过去 如果想要成为传奇 就不能借用初代觉醒者灵魂的力量 可面对我的全力一击 医员只是一个侧身就轻松躲开了 甚至还在用着手机浏览媒体信息 表现得轻松自如 自己的攻击完全无效 在他面前犹如小孩一般 即使使用虚招 从树砍连续变成横砍 仍未能将其击中 随心所欲的移动 再将身体借给初代觉醒者之后变强了 忽然医员的手指倾触额头 紧接着一股强大的能量猛然迸发出来 在地面上直接划出一道醒目的深沟 如果没有及时躲开被机制 以当前的实力根本无法抵挡 医员却是有些疑惑地看了看自己的手 他在我的身上感受不到力量波动 却躲开了他的攻击 而我知道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会被杀死 必须要找到昨晚击杀怪物时的感觉 那个强大的自己 我的变化让医员心中一惊 挥剑速度变得越来越快 他的表情也变得严肃起来 感觉得到我的挥剑速度的变化 可即便这样仍然未能出其半分 现在如果想要击中他 我的身体就必须要更快 此时第二个十秒时间到 只见医员弯身躲闪 与其同时 左手迅速伸出了一个弹指 下一秒 一股强大的能量倾泻而出 瞬间倒飞了数十米 直至撞到教学楼才停了下来 身后的墙体出现了军裂 尽管如此我仍然无比激动 因为自己在和世界最强觉醒者对抗 如果换作以前 在这一击下必死无疑 现在证明自己变得越来越强 可此时医员表现得非常失望 非常抱歉 我已经看够了 说完就以手为刀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就猛然砍下 下一秒就趴在地上 在他看来 我虽然表现出天才的能力 但还不足以到成为战友的层面 最后还是没有看到 那天晚上那股强大的力量 说完就打着电话离开了 突然他眼神一智 感受到了身后一股强大的力量波动 我身上的能量冲天而起 最强外挂到杖 鬼上身 让我们玩得更久一些吧 此时医员却是欣喜若狂 他感受到了那天晚上的力量 只见我一剑挥下 医员的躲闪速度快到出现了残影 他不由得心中一惊 我的速度和力量与刚刚天差地别 就在他愣神的时候 利剑已经近在眼前 千军之际被他侧身躲闪 接着就是一击树砍 他也没有想到我的速度竟如此之快 稍微不留神就会被砍中 医员急忙下蹲躲闪 教学楼内的学生只能惊慌逃窜 他感觉到了我的剑术的变化 明显能够预判他的动作 就像是古代剑术一般 犹如一股激流 剑撞医员以手为刀砍了过来 而我却是满脸兴奋地躲开了那股力量 我再次挥舞起手中的剑 医员同样如此兴奋 难得碰到如此强大的对手 这一幕惊呆了在场的众人 医员竟然只能被动地防守 而我却是越打越兴奋 因为刚刚他的举动惹怒了体内的剑客 现在达到近乎疯狂的地步 医员剑撞只能接连后退 却不见慌张之色 反而异常兴奋 只见他一脚踩下脚边的石子 小小的一颗石子 瞬间将堆积如山的武器弹飞 医员一跃而起握住了一把关公大刀 双方早已剑拔弩张 仿佛不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测试 挥出的剑刃将武器砍断 两人都显得无比兴奋 碰到了难得一遇的对手 可我的身体在他们的眼里 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容器 而我则目不转睛地盯着战斗 剑客所展现出来的各种招式 在我手中不断地比划着 突然刀剑相接近发生了断裂 剑客看着手中的断剑无可奈何 没有剑的剑客水平根本发挥不出来 医员却表现得无关紧要 他只想知道剑客接下来会怎么做 剑客瞥了一眼深厚的学生 接着一跃而起跳至一人面前拔出了他的配件 而一元紧随其后 一拳就砸了过去 强大的力量瞬间爆炸开来 剑客在烟尘中跃出 一元的攻击却接踵而至 接着跳至刚刚测试用的扇叶上 只见紧握扇叶手指发力 扇叶瞬间出现了军力 举起扇叶就向剑客砸了过去 此时一元发现了剑客握剑的变化 从双手剑变成了单手剑 紧接着一个剑刃网格出现 他手中的扇叶镜出现平滑的裂缝 下一秒镜变成了整整齐齐的方块 这就是剑客的单手剑技 一元此时显得更加兴奋 仿佛对自己的实力充满信心 就在剑客想着冲上去的瞬间 手中的剑径断裂成数块 剑客竟没有看清对方的动作 一元以手为刀砍了下来 面对他的攻击剑客必无可避 我连忙替换他的灵魂接管身体 而我则清楚地看到对方的攻击路线 伸手巧妙地改变手刀的方向 竟成功躲开了对方的攻击 这一幕震惊住了刚刚战斗的一人一魂 与此同时 我的右手因承受不住强大的力量而发生扭曲 只能用另一只手紧握成拳 奋力挥击过去 就在以为能够在60秒内击中对方的时候 结果似乎并不是这样 对方却以奇怪的方式握住了我的手腕 拳头竟在指使却无法再前进半分 可他却是嘴角微微上扬 将我的拳头触碰到他的脸颊 接着满脸欢笑 恭喜你 你通过了测试 说完就从空中掉落下来 至此猎人考试结束 一元的秘术闪身到他的身旁 在他的治疗下 我的手臂居然恢复如初 同时在他的提醒下 在测试中 我竟真的触碰到最强觉醒者一元 尽管他最终有意的选择了让我胜出 但也表示他认可了我的实力 他也想不到在我连续不断的攻击下 竟会认真起来 还躲开了他的最强一击 对我刚刚的表现非常满意 而我却是一脸茫然 为什么要进行一分钟的测试 测试通过之后下一步该做什么 一元明显一愣 原来我根本就没听明白测试前所说的话 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谁 但因为在学校人多嘈杂 而没有继续细说下去 只能晚上到我家再详细解释 然而 恶魔之塔早已被创始人摧毁 现在猎人的任务是 猎杀从裂缝中跑出来的怪物 当前是否还有其他的原因 就在我陷入沉思的时候 竟进入了魔法空间 剑客的突兀出现把我吓了一跳 不明白为什么突然将我的灵魂换入其中 而且其他的阴魂都在看着自己 剑客表示刚刚的讨论有了结果 听到这话 我还以为他们要掠夺我的身体 就在剑客准备继续说话的时候 外面的世界传来一阵嘈杂声 漆黑的房间出现了一样 母亲静瘫倒在地上 一个人影坐在餐桌上 大块躲一吃了起来 厨房一片狼藉 完全不顾我的出现 我阴沉着脸 你到底对我母亲做了什么 而让我没想到的是 对方竟是一名S级猎人 一元先生的同事 现在让我带上行李跟他走 然而我愤怒至极毫不犹豫地挥出了一拳 就在接触的瞬间 竟被对方躲开 接着闪身至我的身后 只见他咧嘴一笑 你是在挑战我吗 而我还是一直阴沉着脸 自己的母亲还在外面躺着 我满脸的愤怒之色 你对我母亲做了什么 魔法空间的灵魂 看着这一幕同样异常愤怒 想着从这场战斗中 得到确切的答案 就让我们这些创始人 好好招待他吧 此时我脸色阴沉 怒视着眼前的男子 然而对方竟还在 嚣张跋扈地挑衅 认为我在他面前宛如一个小可爱 只见他以手为刀向我砍下 而我只是轻描淡写地 握住急速而来的手刀 一记反手将对方摔倒在地 这突如其来的反击出乎他的预料 这一幕却把体内的老者震惊住了 因为这一招式 只是在之前的附身时使用过一次 此刻我竟然能够如此轻易地施展 我一脚就将对方踢飞出去 强大的冲击力直接撞碎了围墙 可因为等级差的原因 并没有给对方造成致命伤害 对方一个翻身便稳稳落地 可心中不免一惊 情报提供有误 在与医员战斗时明明擅长的是剑术 可现在竟然使用的是何气道 我满脸愤怒地看着对方 你究竟对我母亲做了什么 对方却是猥琐地笑了起来 因为我觉得他有些碍事 所以用了一些毒让他睡着了 如果运气不好的话 有可能会留下后遗症 而我仍然以为对方真的是医员的朋友 质问他为什么要伤害自己人 对方仿佛听到笑话一般哈哈大笑 下一秒镜就闪身至我的身后 你是傻瓜吗 而我则预判了他的动作 一月而起躲开了攻击 原来对方的意图只是想将我作为人质 以此作为胁迫医员的筹码 面对接踵而至的攻击 我连忙侧身躲闪 多次攻击无效后 竟用脚踩住了我的脚背 阻止我继续移动 躲闪不及竟被对方在脸上划出了一道血痕 毒素瞬间在脸上蔓延 对方的目的已经达到 只要受伤毒素就能渗透全身 想不到对方竟是一名毒师 可在体内合成上千种毒素 而我所中的毒名为幻想重毒 一分钟之内可蔓延全身 产生的气体可使周边五公里范围内的生物致死 唯一的解药就是加入他们的组织 而我则问了体内的药师之王瓦兰坦 是否可以制作解药 瓦兰坦有些受宠若惊 但还是给了肯定答复 对方还以为我会被恐惧所吞噬 得到药师之王的答复后 我也不再有所顾忌 我记得所有创始人的事迹 神之手高堂 智展万军黎贵 苍之灭枪卡尔基 智天之功马尔 此刻心中早已没有了恐惧 见状 对方不禁恼羞成怒 不顾一切地向我冲来 势必要让我在中毒的痛苦中死去 我连忙侧身躲开 身后原本茂密的树木瞬间变成枯树 手中凝聚毒液的攻击再次袭来 只见我横跨一步躲闪 接着蓄力猛然一击 对方结结实实地挨了一击 普出了一口82年的番茄酱 施展了正式圆拓的泰拳 对方直接倒飞两米半 紧接着使出了艾兰的光之脚 对方在地上划出了两道裂痕才停下来 可我的攻击并没有结束 只见对方双手核实 而我竟巧妙地从两手之间穿过 以迅雷之势击中对方的身体 紧接着一记龙爪 双手紧紧抱住将对方连根拔起 下一秒便抛上了空中 各种招式层出不穷 最后使用魔法师的真理魔法 一股能量冲天暴舍 体内的灵魂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只是附身过一次我的身体 我今就学会了他们的所有招式 剑客离桂显得无比兴奋 如果他们对我进行训练 那么将会培养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怪物 数名黑衣人出现在城市上空 他们的任务是确保在一元到来之前 将我掌握在手中 然而话音未落 一元就已经出现在他的身后 只见他眯眯眼手指一弹 一股能量直冲而下 对方瞬间瘫倒在地 瞬息之间便清理了在场的觉醒者 而在灵的感知下 周围已没有觉醒者的气息 但灵的所见却让一元一愣 我想我们来迟了 有人已经截足先登 S级猎人不是灰骨被人打倒在地 一元也没有想到 我真的能够击败S级猎人 对我的实力更是称赞有加 之后才对我身上的中毒情况保持关心 而在瓦兰坦的帮助下 轻松地取得了血清 在他附在我的身上之后 完全就像是变了个人 这怪异的行为 可能是作为药剂师的一个通病 因为白天的视频泄露出去 所以我被大量的组织盯上 而眼前的男子就是冒充 一元的朋友接近你 此时灵凭空出现在身旁 原本破败的房屋竟恢复如初 治愈术不仅能够对人治疗 想不到竟还能够对物体还原 关于我的未来规划 在一元的眼中 我有着非凡的天赋 因此想让我加入他们的队伍 听到这话我异常激动 可母亲却是满脸忧心忡忡 因为她知道猎人是一个危险的职业 她并不希望自己的儿子 每天处于危险之中 但她也是最了解我的 从小就崇拜仙祖觉醒者 即使被欺负也未曾改变 一元表示将会把我培养成最强觉醒者 并不亚于仙祖的实力 随即我们三人便来到深山中的一处神秘居所 隶属于国家机关 只有少数觉醒者才能进入 这部分人被称之为预言部队 通称为预言 此时楼层内有着五人在议论纷纷 能够来到这里的都是实力非凡 每个人都桀骜不逊 在此之前必须要确认是否有实力进入预言部队 突然出现一个大坑 她也没想到我竟能接下她这一击 而我也感受到她强大的力量 接着只接她一个鲤鱼打挺 稳稳落地后做了自我介绍 名叫燕太郎 预言部队的一员和我同期 此时一员已经在一旁准备好茶水 果然燕太郎一上来就是一记回旋梯 我非常吃力才勉强挡下 相比之下 对方却是游刃有余 密集的攻击如雨点一般 对方一遇而起再次一记回旋梯 而我只能双手交叉拼命抵挡 瞬间道飞出去才缓冲了部分力量 接着燕太郎便说起了预言部队的起源 猎人存在的目的是猎杀裂缝中出来的魔兽 但是却有着除此之外的灾难 与之相比显得更加严重 十年前的万魔宫入侵 五年前的九州大灾变 出现了大规模的易次元裂缝 这些都是被世人所认知 但事实上并不是人们所看到的那些 这是易次元的侵略行为 三百年前恶魔之塔出现 带来了超级灾难 然而入侵并没有结束 另一个易次元中究竟是谁 窥视着这个世界 相比塔时代的觉醒者 现在觉醒者的实力实不存一 很少人拥有先祖一般的实力 让有着预知和预言技能的觉醒者 确定灾难出现的位置 然后挑选精英急于反击 因此才有了预言部队 这些信息已经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 对于我能够接下他的连续攻击 是同期对手的第一个 因为对方认可了我的实力 此时楼顶之上的几人 看着下方的我们 可眨眼睛间便消失了 燕太郎无奈 表示他们只有自己实战过 才会认可我的实力 夜晚 我在宿舍内思考着燕太郎传达的信息 塔时代并没有结束 灾难也会随时降临 面对灾难自己是否真的可以战斗 忽然黎贵等人进自主现身 而我还以为他们又因为 抢夺我的身体而吵了起来 黎贵一脸严肃 表示他们要将我收入门下 作为所有先祖的弟子 将会把我培养成史上最强的觉醒者 与其为了争夺我的身体而自相残杀 还不如将我培养成想要培养的人 特别是看到我与灰谷战斗之后 我既能模仿曾经使用的技能 虽然威力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 但从形态上已出具规模 在他们看来也许是虚空文章的原因 能够吸收技能成为自己的能力 这个能力比任何始祖都要强大 而我听到黎贵的话反而哭了起来 此前虽然觉醒了魔法文章 但自始至终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天赋 没有任何人对自己抱有希望 更是遭到了校园暴力 从未及格的猎人考试 甚至没人记得我的名字 现在得到了最强觉醒者一元先生的认可 有着史上最强的天赋资质 得到了自己憧憬的十足的青睐 自己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黎贵说出了他们的计划 在虚无空间内 他们可以自由地使用时间和空间 届时将进行每天100个小时的训练 白天应付预言部队之类的情况 而晚上则接受他们全员的训练 第二天 在洗漱时遇见了燕一郎 他感受到了我身上不一样的气息 瞬间一脚踢出 却被我看似随意地低头躲开 燕一郎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我 自己的踢脚速度明显比前一天更快 但反而被躲开了 随后两人来到了食堂 可眼前的少女表现得并不友好 少女是昨天在楼顶上观战四人组中的一员 在她看来我的新人欢迎仪式还没有结束 即使向对方介绍自己的名字 对方也并不认可 想要得到她的认可 就要跟她去摧毁下一个预言 最初的预言之书在1945年南极大陆3000米深的地方 被一个名为巴纳德的探险家发现 预言之书又成为厄运之书 起初他并不相信能够预言 可当他翻开书页时却震惊住了 书页上赫然写着他发现厄运之书的时间 书中记载着未来80年里的各种灾难 甚至还记载着造成世界毁灭的灾难次数 次数达到了200次之多 而他们作为预言部队已成功阻止180次会造成世界毁灭的灾难 世界第三次大战 月之侧面 每一个都是超级危机级别 都是由世界各地的优秀觉醒者处置 而预言部队对各种灾难收集和分析 将灾难分为四个等级 三级为一个或多个城市被摧毁 二级为国家级大规模的灾难 一级为全球环境的变化 而超级则确定为世界级的毁灭 而他们的任务就是阻止灾难的发生 对于他们三人的到来 在场的警卫人员脸上露出了不悦 让他们赶紧离开 然而少女却准确说出了裂缝的情况 预言等级为三级 弊次元裂缝为终极规模 根据《黄之诗》篇级记载 裂缝会不断扩大 话音刚落 裂缝周边的裂纹逐渐扩散 下一秒竟涌出来了魔物 等级至少级以上 见状仅为大叔连忙一拳挥出 但也只能疲于应付眼前的魔物 然而其他的成员并不乐观 更为糟糕的是从裂缝中传出来的恐怖压迫感 只见少女单手一挥 技能发动 至高的炼金术 在接触到地面的瞬间竟发生了变化 无数水银凝聚而成的武器凭空出现 从天而降的水银之枪瞬间刺穿了魔物 与此同时 燕一郎发动了自己的流布 在魔物群中穿梭踢打 大叔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才发现我们根本就不是普通人 此时一只星红的眼睛出现在裂缝中央 兽族 希腊雷奈 S加吉 剑撞两人的技能同时发动 雨点般的攻击精准命中对方 可燕一郎的脚下却传来了一样的感觉 脚下的攻击无法前进半分 连同水银之枪也被生生折断 完全没有想到眼前的魔物竟有物理抗性 只见魔物朝着少女冲去 少女连忙凝聚水银在身前形成防护盾 千军之际我挡在了她的前面 单手便阻挡了魔物的猛然攻势 接着全身力量急于手中 瞬息之间暴射而出 强大的力量使地面发生了军裂 魔物瞬间化为灰烬 众人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紧紧一击就将S级魔物击杀 燕一郎更是惊触了下巴 早上时的违和感并不是错觉 而这一击同样出乎我的预料 只是经过了一个晚上的基础训练 实力竟变化如此明显 然而这只是基础中的基础招式 灌机 虽然对方具有物理抗性 但是可以利用内镜从内向外 没想到竟爆发出如此强悍的力量 接着看向了身后的少女 请把你的名字告诉我吧 对此少女也认可了我 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小宫茜 此时两人也掌握更快击溃对方的方法 利用渗透从身体内部攻击 片刻过后 裂缝外的魔物清理完成 两人便邀请我进入裂缝空间 这着实吓坏了旁边的大叔 更惊讶的是我竟毫不犹豫地冲了过去 紧随他们的气候进入裂缝 看到这一幕 大叔呆愣在原地 但也同时猜出了我们的身份 传闻中的秘密组织 这也是我第一次进入裂缝 而内部竟是一条通道 成群的魔物出现在眼前 只见小宫茜凝聚水银之枪 狭小的空间反而对他更有优势 小宫茜的范围攻击可以碾压同期对手 突然一只巨熊出现 在疯狂地咆哮着 剑撞 念一郎挡在了前面 利用一块儿文明的刘步踢打着巨熊 而我也模仿着他的动作 对着巨熊使用了同样的招式 很快就来到了裂缝尽头 没想到竟是一个格斗场 一阵阵咆哮声从天而降 接着一个巨物赫然出现在众人面前 这着实把我们吓了一跳 失明的牛头怪 S++++急 小宫茜缓缓向前 仿佛并未能影响他半分 至高的炼金术 黄金炼成 接着只见牛头怪的脚下出现了一个黄金阵法 黄金液体凝聚而成的长毛从地下冒出 对着牛头怪冲天而起 面对强敌务必倾尽全力发动雷霆一击 绝不能让战斗陷入持久恶战 燕一郎明白他的意图后 就准备蓄力发动最强一击 然而 只有站在他们身后的我才看清楚 他们的攻击毫无作用 燕一郎对此明显一愣 果然 牛头怪举起了巨斧 完全没想到他的攻击破坏力竟如此之大 更为震惊的是在刚当的攻击下对方毫发无伤 此时炼金术师基克尔静自主现身 不禁称赞小宫茜世的天才 以当前的年龄就达到如此之高的速度和准确度 如果是正常的boss在他的攻击下将毫无还手之力 可现在却是面对物理抗性100%的魔物 与此同时 牛头怪发动了攻击挥出了树道巨斧 不会魔法攻击的两人不得不后退寻找机会 而我闪身到小宫茜的身旁 好好看看什么才是至高的炼金术 基克尔借用我的身体凝聚了一团水银 下一秒水银团犹如利剑暴射而出 瞬间附在牛头怪身上 小宫茜看得一脸猛逼 为什么我会和他一样的炼金术 然而我只是淡淡开口 已踏入了炼金术的误解和偏见之中 物质具有三种形态 每一种形态要根据情况区分使用 话音刚落 牛头怪的蹊跷冒出了沸腾的水银 水银产生的高温热浪竟让两人退而避之 这种情况完全颠覆了他们的认知 我竟能如此巧妙地控制水银温度 物理攻击竟打出了魔法效果 因为高温并不是物理攻击 所以对牛头怪造成了致命伤害 巨大的牛头怪竟被高温活生生地烫倒 黄之士片集记录了这一幕 三级预言成功被阻止 击溃市民的牛头怪任务达成 小宫茜对我充满了怀疑 与燕一郎对战时明明使用的是体术 可现在又使用和自己一样的炼金术 看到我嘚死的样子气就不打一处来 但最终还是认同了我的实力 接着便从裂缝回到现实世界 刚才的大叔对此表示胆谢 他从我们胸前的徽章中早已猜出了我们的身份 与此同时 在某一村落泛起了红色的光芒 村庄上空悬浮了一个巨大的模子 而我们回到预言部队后又接到了新的任务 在第三研究室内 丽元市长解释着预言任务 苏芳的一头红发格外引人注意 正是观战四人组中间的那位 他那臭屁的样子让小宫茜非常不爽 从丧元市长的口中得知 通过解析部门分析 眼前类似木炭的东西竟是一本预言之书 由于在火山附近找到 它的表面被高温火焰烧焦 迄今为止人无法完全解读书中内容 近期利用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成功解析一部分 预言内容竟涉及到了国家级层面 这是一个全新的预言 在各国的信息库都未找到相关的信息 苏芳确认是不是由我们四个新人进行调查 而丽元先生给的解释是 因为其他正式成员正在处理其他任务 目前队里只有我们四人可以调牌 至此苏芳信誓旦旦地接下任务 等级不明的特殊任务让我不免有些紧张 可我们的目的是调查预言 而不是阻止灾难的发生 路上只有小宫芊强撑着不休息 可下一秒倒头就睡 醒来时却发现车上空无一人 他不禁埋怨三人没有将他叫醒 可此时我们早已被眼前的景象吸引 一个巨大的魔法阵笼罩了整个村庄 情况比我们预测的还要糟糕 预言已经开始应验 眼前的23根水晶柱正式报告中所提到的23名村民 与30年前消失的戈山公寓预言类似 那次事件近乎打通了通往一次元的虫洞 突然水晶柱闪耀起红色光芒 预言并没有停止 苏芳拔出了背上的利剪 也就意味着他要阻止此次预言 小宫芊还想说竟然无视丽元市长的指示 话音未落 三人就感受到了一股磅礴的力量 只见我周身散发着魔力 我用行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殿一郎察觉到我的力量竟离早上时更强 而苏芳只是淡淡开口 不要成为雷坠 说完就跳下了悬崖 我们则紧随其后一跃而下 看着眼前的一幕 虚无空间内先祖灵魂不禁有些怀念 然而黎贵却闻到一丝异常的气息 禁忌术法 月光之下的一个坟墓泛起了红光 一只巨手破头而出 一千年前 一名同为觉醒者的妖术师 犯下了大规模的杀戮罪行 最后被一名阴阳师击败 带着伤势流传到一个村庄 他竟以血液为引不下血魔大阵 千年之后魔法阵会吞噬阵中的一切生命作为祭品 而他将会军临这个世界 此时月空之中出现了一个人影 预言Both 板东静静 等级位置 板东握了握拳头感受手中的力量 但似乎对这种程度的力量并不满意 而我们的攻击接踵而至 只见他单手结印 我们数人的攻击竟被无形的力量抵挡 借着一股火焰能量冲天而起 合击之势瞬间崩溃 虽然未能造成对方致命伤害 但现在已然出乎我们的预料 仅仅一个回合就爆发出如此强大的力量 此时在他们两人的着落点出现了魔自阵 妖术 亡灵之腹 无数的手臂交织缠绕 却被对方侧身躲闪 接连不断的攻击仍被对方躲开 还被对方在脚下施加魔法 对方看着上空不免有些惊讶 我竟然躲开了他的魔法攻击 只见我手指凝聚金色雷电 接着一股雷电光柱朝对方暴射而去 然而却被他单指抵挡 我脸上不由地露出了骇然的表情 自己的蓄力一击竟被对方轻松化解 苏芳此时闪身至他的身旁 技能 金斩花 手中的利剑竟幻化出数道灵力的剑刃 只见他双手紧握剑锋朝下 无数的利刃如雨点般从天而降 却被对方轻松化解 接着他以手掌为刃迅猛的朝苏芳发动攻击 苏芳连忙提剑格挡 交手之后板东也知道眼前的少年 才是我们中最强的 而我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对方有着与一元先生相近的实力 燕一郎两人拼尽全力终于挣脱了束缚 连忙冲上去支援苏芳 然而对方只是单手向后一挥 在他们的跟前出现了红黄绿三个魔法漩涡 对方竟召唤出了三个骸骨士神 剑状燕一郎没有停止半分 眼前士神的实力出乎他的预料 有着与失明的牛头怪同等实力 也就意味着我们要面对三个S加加加级的暴 一个绿骷髅挡在了我的面前 可我的眼神中并没有丝毫畏惧 另一边 苏芳与板东打得有来有回 板东却嘲笑起苏芳得不到支援 然而下一秒就被他划出了一道血痕 苏芳淡淡开口 我不需要任何援助 唯一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 苏芳越是这样 板东就越是疯狂 这样吞噬对方之后才能增强自己的力量 苏芳明显感受到了对方的速度变快 此时我正脱了绿骷髅的纠缠 板东有些惊讶我为什么会出现 这时才留意到海骨士神只剩半截身体助力在那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就被一拳砸在脸上 爆发出的力量让他倒飞树米 苏芳也没想到自己看不起的新人竟是第一个打倒了世神 让我们一起合力打倒他吧 板东却是一脸绩效看着我们 因此之际意外觉醒天赋 各种技能层出不穷 在实力相差悬殊之下力挽狂澜 然而最强一击却未能造成致命伤害 在我突破世神海骨的攻击之后 连忙前往支援苏芳 板东躲闪不及被我一拳击中 直接倒飞数十米 在地上划出两道明显的划痕 苏芳却满脸惊讶 小宫芊和燕一郎还在拼命抵挡世神的攻击 甚至还处于下风之势 而我却是三人之中 首个突破世神的包围 当我提出联手攻击板东之时 苏芳竟拒绝了我的提议 表示并不需要任何人参与战斗 这着实出乎我的预料 突然板东的攻击迎面而来 双手手中凝聚黑色能量 瞬息之间苏芳砍断了 对方的手臂画紧了攻击 而我却夺省不及被能量笼罩 妖术获甩 身体到飞出去直至蓝腰撞断了树干才停了下来 然而板东的攻击并没有停止 被砍断的手臂自动拼接复合 并以手围刀砍向苏芳 此时黎贵两人竟出现我的眼前 在我昏厥的瞬间意识自主进入虚无空间 可身体的疼痛并没有减轻半分 在黎贵的提醒下 外面的战斗不容乐观 苏芳只能疲于应付拼命抵挡 面对板东的攻击手止不住的发抖 下一秒对方竟砍断了苏芳的手剑 与此同时 连忙从空间中取出另一把手剑 朝着板东的要害刺去 却被对方后弯躲闪 与妖术师相比 两者的实力相差太大 即使苏芳是我们当中最强的 但也只能苦苦支撑 板东在复活时 仅仅只是血迹了23名村民的生命 如果禁忌术法 再有着大量人口的城市施展 那他真的会以魔王的身份均临天下 他将会吞噬更多的生命增强自身力量 碧桂表示将我的身体借给他们 由他们将板东击溃 然而我却一口回绝 这一回答让他们有些难以置信 我知道如果借用他们的力量 就达不到修行的目的 在我成为猎人之后 危险也会随其而至 挥补事件就是一个例子 所以我必须只用自己的力量将对方击败 剑撞 离贵也不再阻止 让我使用所学过的技能战斗 紧接着我便冲了过去 此时板东的攻击速度越来越快 苏芳只能被动格挡 对方一记手刀上挑 他顺势一跃而起 双手握剑从天而下 只见板东手中再次凝聚黑色能量 瞬间将他的手剑击飞 千军之际我接过了空中掉落的飞剑 借你的剑一用 接着剑势再次腾空而起 板东手中凝聚能量暴射而出 此时我双手握剑 一刀流剑法 激浪断地 我的剑气将对方的能量劈开 对方眼神中透露着不可思议 我将会是超越先祖的男人 我只是简单地挥出一剑 就让先祖阴魂震惊不已 指引我将剑技和魔法融合创造出新的技能 使出浑身解数人未能至对方死地 反而逼得对方召唤巨型骷髅 在我接过苏芳的手剑后 使用一刀流的技能砍向对方 看似强大 但仅仅只砍断了对方的手臂 不足以造成致命伤害 下一秒就重新长了出来 虽然黎贵两人对我能所打败妖术师并不看好 对于我来说 每一次短暂的休息时间都被我视作宝贵的训练时刻 现在反而让他们拭目以待 只见我一跃至板东跟前 对方连忙提手抵挡 苏芳也没有想到我一个星人竟占据主动优势 接着无数剑刃如雨点般向板东席卷而去 而剑刃竟在对方的手上划出了血痕 看到这一幕 苏芳更是心有不甘 自己看不起的星人竟能达到如此地步 随着我的一剑挥出 对方后车拉开了距离 无数能量球虚空飘浮 妖术死亡阵流 能量球便朝我冲了过来 在我侧身躲开时 他们却是紧紧将我锁定 然而此时我却停下了脚步 接着单脚抬起 使出了圆拓的技能 阵脚 出现的巨石将能量球尽数抵挡 可对方的攻击并没有停止 而我控制着破碎的石块飞了过去 两股能量碰撞轰然爆炸 趁着烟尘消散之前使出了步伐 近光反射 瞬息之间来到了对方的身后 然而自己的偷袭竟被对方反应过来躲开 甚至还被施加了魔字阵法 一股能量冲天而起 然而下一秒我却从天而降 板东的手再次被划出了一道血痕 此时他也发现了一样 我所使用的战斗技能五花八门 虽然熟练但未精通 所以对他威胁不大 可下一秒却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我竟将所有技能融合一体 这一幕更是惊呆了离贵两人 完全没有想到我的成长速度竟如此之快 板东脸色变得阴沉 一阵红光冲天而起 一只巨角竟将与小弓欠对战的弑神踩在了地上 竞数 骷髅合体 我在他面前犹如蝼蚁一般 站在骷髅头上的板东俯视着下方 借着一只巨手向我拍来 然而我却纹丝不动 即使现在使出权力仍然不够 回想着过往的训练 梅莱斯的真理魔法 放下心中的杂念 离贵至柔至刚的单手剑技 在挥下的瞬间忘掉一切迷茫和恐惧 施展魔法的双手握紧了剑柄 魔法与剑技融合 一股磅礴的能量笼罩 下一秒挥向了对方 巨大的骷髅一分为二 我竟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技能 杨炎斩 巨炎之战在我的这一击下终于落下帷幕 然而对方本已斩断的身体 竟然不可思议的融合重生 魔法结界的破坏 使得再度陷入危险之中 关键是刻鬼上身化解危机 我的隐藏实力最终暴露 在我将魔法与剑技融合之后 创造出新的技能 杨炎斩 对方的巨人还补一分为二 而本体也被拦腰斩断 这一幕完全震惊住了离贵两人 他们完全没有想到 我竟将剑技和魔法融合 创造出新的技能 炼金术师基克尔更是欣喜若狂 我表现出的一切跟他猜想一样 我的不同寻常之处 就是可以自由地切换技能 如果能够同时使用两种或多种技能 那将会出现无数种可能 听到这里两人不禁冷汗直流 他们完全低估了我的天赋资质 假以时日我将会达到史无前有的高度 此时板东剩下的半截身体发生异动 血液如沸腾般冒起了泡泡 片刻过后竟重新长回了身体 他的脖梗处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便伸手分离 千军之际苏芳及时补刀 板东也没想到会被身后的少年偷袭 苏芳顺势接过倒下的我 眼前的一幕让板东想起了自己的过往 一千年前 一个饥寒交迫的夜晚 自己的哥哥也是在自己怀中死去 然而桥上却是一幕繁荣昌盛的景象 与桥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无法理解这世间的公平 一个人虽然很轻松但是也很寂寞 这个话仿佛是对着苏芳说的 接着便消散在空气中 可苏芳却认为即便一个人也不应该这样 突然月空当中的结界出现了裂缝 结界的能量足以吞噬整个村庄 如果结界向内部坍塌 他们根本无法承受如此强大的力量 为了避免被能量吞噬 只能在他崩溃的瞬间利用技能最大限度的抵消冲击 此时昏迷中的我竟单手举起了剑 苏芳不解地看了看我 为什么我明明昏死过去却还有意识 离贵在我昏迷时接管了我的身体 最后的危机将由他解决 就在结界坍塌的瞬间 一股磅礴的能量冲天而起 瞬间撕裂了魔法结界的吞噬之势 而这一幕刚好被赶来支援的队员看到 预言小队队长苏承 他很想知道是谁使出了这一剑技 我只是入队两天就成为了队伍核心 甚至成为了队伍间的起爆剂 只因我展现出了非一般的实力 在两日内就击溃了潜在的三级和一级爆 即使面对苏承队长突如其来的袭击 也能以迅雷之势闪身躲开 加入了其他人梦寐以求的一线小队 就在不久前 因预言部队正式成员外出任务 我们四人不得不接手了灼热之书的预言 预言等级未知的任务差点导致全员负面 另一边 一元先生之身一元挑战超级等级的任务 而苏芳队长同时面临一级的预言任务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一元对我的评价竟会如此之高 评价我是终止所有预言的人 此时一元来到了预言之地 超级预言 缺失的太阳 然而一元手挫螺旋丸 技能 神旋风 谈笑间便将Boss击溃化解了危机 等苏芳等人赶到灼热之书的预言之地时 刚好目睹了我们打破结界的场景 对此他更想知道是谁到底使用了如此强大的剑技 我因体力透支而陷入了昏迷 等再次醒来时早已躺在了病床上 苏芳对我的身份充满质疑 而燕一郎和小宫茜自知在此次战斗任务中 基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然后早早的去演习式训练 苏芳对我却是紧追不舍 我在任务中展现出压倒性的力量 两日内击破了潜在的三级和一级的预言任务 各种技能层出不穷 特别是最后的融合技 这都是他目前所无法触碰到的 作为同期队员他非常不甘心 质问我究竟是什么人 突然床帘被人打开 苏芳的出现让我们两人很是惊讶 苏芳竟喊对方为大哥 然而对方却熟视无睹静止朝我走过来 二话不说竟毫不犹豫地挥出了剑 身体的本能反应让我以迅雷之势躲开了攻击 对方究竟是什么目的 他也没想到一个新人竟能躲开他的一击 随即淡淡开口合格 此时苏芳才自我介绍 鉴于我之前战斗的出色表现 暂时加入他的队伍 听到这里苏芳脸色变得阴沉 自己竟比不上一个心愿 多年来都未得到哥哥的认同 然而我只是入队两天就得到他的认可 还加入了他的小队 紧窝的拳头渗出了血 脸上浮现出难以掩饰的不甘之色 演习场内 小宫倩两人正在对抗训练 炼金术的水银之枪随处可见 在灼热之术的预言中 他们基本都是被牵制着 根本无法与我相提评论 难以接受竟然会输给同期新人 此时议员完成任务后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可两人对这些包裹特产毫无兴趣 只希望议员能够训练他们 他们并不甘心就这样输给我 对此议员反而有些疑惑 两人此时对力量的渴望 与之前完全不一样 不禁猜测究竟是谁给他们点火 一个身影出现在门口 向来自视清高的苏芳竟提出了请求 另一边 苏承的到来似乎预示着出现更为严峻的预言 爱因看似挥出了一剑 实际却挥出了无数剑 S级的兵兽在他面前竟抵挡不了一招 即使是我使用羊眼斩 也仅能勉强击杀一只兵兽 而男人却有着小队九成的实力 在我暂时加入苏承小队之后 看似水火不容的兄弟关系似乎另有隐情 苏芳对自己的大哥只瞥了一眼耿耿于怀 苏承却因为对方的伤疤太明显而不忍直视 一个是要将对方打倒 一个却把对方看得很重 而燕一郎两人在苏芳口中得知我加入了一线小队后 全身心投入到训练之中 苏芳更是犹如入魔一般 苏承队在正式队伍中被冠以最强称号 而队长苏承更是占据着小队中的九成战力 此时正在前往预言之地 一级预言 全球冻结 灾难范围呈指数增长 全球17个国家已出现不同程度的骚动 郡山尊 苏承小队的成员之一 在我发送信息时还不忘与他交流 对此他不免有些不悦 而我只能解释在联系同期队友 我正在联合诸位老师对苏芳几人提出训练建议 首先是小宫茜收到后大骂这是什么鬼 燕一郎没有太大表情 苏芳却是脸色变得阴沉 一元先生很是好奇是怎样的信息 竟然是每个人的训练计划 一元看到后不免心中一惊 竟能契合每个人的习惯提出具体建议 受到这件事的刺激 众人直接将我视作为敌人 让我后悔提供这些训练建议 此时来到了预言之地 为了防止将战斗带至村落选择了提前迫降 在与板东的战斗中 最终还是借助了离贵的力量 而这一次与正式队员一起战斗正式实战的机会 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任务 然而这一次任务成为了我一生难忘的挫折 觉醒者对温度相对敏感 现在达到了零下37度 我从郡山口中得知 此次任务在预言之书并没有记载 是由拥有预知能力的觉醒者预言 这也是首次将此类预言判定为一级 而郡山的技能类似雷达检测 此时竟检测到有敌人靠近 突然副队长竟从我的身旁消失 下一秒就来到了苏城的旁边 技能应该是瞬移 在前方出现兵足的兵之格尔 数量大概30只 初步判定为S++++级 在苏城的一声令下全员冲了上去 各种技能不断轰向兵兽 这一幕着实把我震惊住了 正式队员的合作竟如此默契 在得到苏城队长的许可后 我也参与到其中的战斗 只见我一跃而起 以灵力的攻势揣在对方的头上 下一秒兵兽便破碎开来 一只兵兽躲开了所有攻击朝我冲了过来 一道火刃呼啸而过 对方瞬间被拦腰斩断 俊山惊讶地回头看了看了 火焰之剑 扬眼斩 接着数道剑任声传来 苏城紧紧一击就将剩下的兵兽悉数消灭 夜晚在一个冰窟里面安营 在俊山的雷达探测下 10公里范围内并没有野兽 我在篝火旁思考着融合技 在与板东使用的是剑技与魔法融合 其他技能是否是同一个原理 就在我准备成功时 苏城鬼魅出现在身后 吓得我心脏都跳了出来 因而中断了施法 在交谈中了解 苏城队长也有着平易近人的一面 但也猜出了我是不是有着不为人知的训练方式 副队的出现打破这尴尬的局面 然而令我们没想到的是 不远处出现了一个拿着预言之书的觉醒者 来这里是为了让这个地方的预言成为现实 我的身体住着106个灵魂 而每个灵魂的武术造诣都达到了世界巅峰 从此我的天赋开始觉醒 并加入了号称第一的预言小队 正在前往全球冻结的预言之地 而这一次任务却成为我的一生之痛 深夜我在虚无应计的空间内 进行着基础的剑术训练 治天之功 马吉特 高度集中的训练早已满头大汉 抛弃一切杂念集中注意力 只见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剑把 报射而出的剑使正中把心 而我则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探导在地 第二天 苏城集结队伍 找到预言BUFF并将其击杀 冰族蓝鸟初步判定为S++++级 可在小队面前并没有泛起波澜 瞬息之间便将他们解决 看着眼前的一幕 体内的仙祖灵魂都觉得此次任务相对轻松 然而神之手高堂却认为是有蹊跷 莫名地感到忐忑不安 果然不远处竟发现了更大的能量波动 突然地面毫无征兆地抖动 一只四手巨人朝他们冲了过来 预言爆 神秘塔鲁斯等级不明 BUFF出现则意味着预言之战正式开始 俊山利用金色光线将其四手捆绑 副队则砍向他的脚踝 另一名成员则利用火焰魔法攻击 一时之间对方竟无法反击 然而连招之下对方并没有像猜想那样受伤 甚至连一丝伤痕都没有 此时我一跃至对方的上空 挥剑的瞬间忘记一切的迷茫和恐惧 我的最强一击 扬眼斩 只见对方抬手抵挡 我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自己以以为傲的一击竟然没有效果 而对方挥出的一刀自己只能拼命抵挡 对方实力完全不是一个戒比 如果没有兵柱抵挡了部分攻击自己必死无疑 至此众人连忙闪身后退 现在这种情况已不是他们所能应付 苏承队长站在对方的面前 眼看对方就要举刀挥下 他却不偏不已利用剑剑抵挡的攻击 烟尘消散后对方的巨刀竟发生军裂 接着淡淡开口 确实很强 紧接着对方的砍刀再次袭来 他还是轻松化解 一击之下竟将对方手臂连同武器弹断 连黎贵都不得不称赞他的实力 苏承本想着利用对方让队员积累战斗经验 但是现在只能由他打倒 剑撞众人连忙施展防护罩 只见苏承身后出现一股滔天般的火焰 赤龙神帝 赤光闪 一股巨大的火焰之刃边对方砍去 刹那间对方的身体一分为二 我露出了不可置信的表情 同为火焰之剑 苏承队长的威力明显比自己的更强 本以为随着苏承队长的最后一见 预言之战会落下帷幕 就在众人欢呼的时候 苏承队长的左手毕竟无故的断裂 与此同时俊山的身体被贯穿了一个空洞 这一幕毫无征兆 接着众人都出现类似的情况 身体无故被动穿 而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 队友一个接着一个瘫倒在地 预言之战来了惊天逆转 小队成员毫无征兆地被动穿 预言小队几乎全员覆灭 苏承队长更是双手被断 而我只能眼睁睁看着队友一个接一个倒下 本以为在苏承队长的实力碾压下能够结束任务 没想到竟遭到了新一轮的攻击 千军之际俊山将我推开 但他的身体增添了两个空洞 前方可是范围内根本没有发现潜在的敌人 俊山无助地朝他伸手 如果是队长的话应该可以发现敌人的所在位置 而苏承只能愤怒地看着这一切 借着一名队员再次遭到攻击 苏承让他们寻找障碍物遮挡 可我则双眼无神地呆愣在原地 他则压低身子思考着这一幕 对方的攻击即使是防护罩也能动穿 能够让接触到的东西瞬间消失 同时也意识到手臂断口处 与俊山身体动穿的位置形成一条直线 瞬间明白了攻击的大致方向 接着便朝着那个方向暴射而去 此时巨人卡鲁斯竟重生愈合 而我依然跪坐在那里 无法接受眼前的一幕 口中不断呢喃着瓦兰塔的名字 无论是谁都可以 请复活他们 体内的医生瓦兰塔也无可奈何 谁也不能将尸体复活 我面如死灰地喊着体内灵魂的名字 对他们说了句抱歉 在于板东之战的最后动用黎贵的力量 本想着这次任务只依靠自己 最后还是艰难地说出拜托了 黎贵等人明白了我的意思 随即便附在我的身上 另一边 苏承思考着对方可以避开峻山的雷达探测 躲藏位置必定是三公里之外的探测范围 平时他为了锻炼队员压制了实力 此刻他目录凶光不再隐藏 很快就找到了躲在障碍物之后的敌人 正是手持预言之书的陌生男子 想起郡山等人的身影 苏承更是怒火中烧 一记赤光闪遍砍了过去 然而对方似乎早有预料 周身漂浮着数只黑球 黑球犹如黑洞般吸收了他的攻击 苏承眼神中露出了难以置信 对方的目的只是完成这里的预言 接着朝苏承再次发起攻击 千军之际苏承用剑扬起积血 利用积血阻挡了对方视线 瞬间闪身来到对方的身后 朝着他的脖子挥出一剑 可下一秒苏承满脸的不可置信 自己的剑竟然断了 身体还被对方击穿 对方早已预判了苏承的攻击 砍掉头颅是基本操作 便提前漂浮两个黑洞球抵挡攻击 苏承认着剧痛朝对方挥砍 然而却被对方侧身躲开 还被对方一记边腿踢在伤口处 而苏承等着就是这个时机 利用剑柄重击对方的胸部 下一秒直接倒飞了出去 刚开始连着释放树莓黑球之后就停止了 现在的攻击也是一样 所以消除目标的技能不可能无限制连发 即使被说中了技能弱点 对方也毫不在意 因为此时的苏承早已是强弩之末 然而下一秒 苏承周身笼罩着一股火焰 伤口在炽热的燃烧下开始止血 强大的威压朝着对方扑面而去 苏承在燃烧生命使用赤龙神帝 对方却是一脸自信 自己的黑洞足以吞噬对方的力量